大家好 我是Kyoko 昨天放假後 完全忘記了溫習 還有忘記了拍片 因為昨天睡得很晚 然後下午就出去吃茶 晚上一直在看電視和吃 結果到很晚才醒覺 今天忘記了拍片 不要緊 因為放假 應該要放假一點 讓自己放假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就把昨天那一份一起努力買 我們今天要玩的問題就是這個 なんか 或者なんで 前面是動詞普通人 i 的用詞 na 的用詞加 或者名詞加助詞加なんで 或者是名詞加助詞加なんで 第一個意思是表示什麼之類的 是有個列舉的作用 是這個など的口語形式 譬如我們看看這裡第一句 これなんかに合うとおもよ 我覺得這個挺適合你的 即是說これ 這一種之類的 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和你很適合的 這個意思 另外 它的說明語 也是解貓咪之類的 或者貓咪之類的 用在自己的時候 就是一個謙遜的語氣 但是如果你用到他人身上 就是一個輕視的語氣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句 這個是用在他人身上的 君になんかわからない 你怎麼會明白呢 就有少少輕視 他覺得說了你也不明白 這樣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用這一句 然後是用在自己的 下一個例子 比如Aさん就說 日本語おじょうじゅですね 那我就會說 いいえ 私なんかまだまだです 用在自己的一個例子 就有少少謙遜的成分 如果我們用到一個文型 是何か ない 亦都是表示 連無物都不無物的 譬如大家看到我的例子 ブランス語なんか 興味ない 就是對於這個法文 諸如此類的一些語言 就沒有興趣的 的時候 大家可以用這個 ない 的文言 這個文型 有兩個解釋 在這個說明3 那裡 它表示是竟然 是有一個驚訝 或者意外 的意思 比如這裡的例子 あの人が一番大なんで 驚いてしまった 那個人竟然考了第一名 真的很驚訝 可能平時他不問書 應該猜他的成績很差 誰知道他竟然考了第一名 那時候呢 你可以用這個句 然後說明4 這裡就是 名詞加なんで 加名詞 是表示來時的意思 比如我們看第二句 這裡的例子 なん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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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香煙 這種東西 即八害二無一利 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句 形 比如 たばこ 即 なんで 這一類型 的東西 後面 解說 八害二無一利 這樣用法 這裡再補充多一點 就是NANDE 後面加IU 或者NANDE OMO 是表示多么么么么啊 或者是么么之旅的 是表示前面的事 很容易人惊讶或者赞叹的 亦是用其他人身上 有一个轻视皮士的语气 除了NANDE IU 或者NANDE OMO 前面是可以用NANDO TO IU 或者是NANDO TO OMO 这个分别就是书面和口语的分别 然后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文型就是NI OI DE 或者NI OGERI 前面是一间名词 表示在么么么么 或者在么么么么方面 有这个表示场合 时间 范围的意思 这个文型是书面语 我们直接看了一个例子 再解释得详细一点 例如我们看第二个文型 在当时 结婚后 还会继续工作的女性 是很少的 这个TO字 是表示时间 即是表示在这个时间 如果你在口语的时候 可以用NI 去表示 至于第四句的例子 NANDO NI OKERU 国际界企业 終于结束了 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 结束了 这个是地方 然后后面有一个NI OKERU 好的 今天的文型 先稳住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文化 比较长 比较复杂 可以复杂 比较容易 那我们明天再找 其他不同的文型 如果你想找 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然后你想看多些日本的资讯 就去我的Facebook 那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拜拜